雷杰多为什么敢对抗连诺亚都要里让三分的德拉西翁 是雷杰多太强还是诺亚太弱 众所周知 神秘四奥是奥特世界中最强的四位战士 但如果抛开种族不谈 在四奥之上还有一位公认的最强存在 他就是宇宙本体德拉西翁 按照剧情中的设定 德拉西翁是大宇宙的创世神 也是宇宙的裁决者 拥有凌驾于整个宇宙之上的实力 可以说无论是身份上 还是实力上德拉西翁都是奥特世界中绝对的最强神秘 估计就连诺亚见了德拉西翁也要弱上三分 可就是这样一位顶级强者 在面对雷杰多的反击时 不仅没有选择战斗 而是理性的选择避让退退 这就让很多人产生了疑惑 是雷杰多的实力已经强于德拉西翁吗 其实在刚开始看到这样的剧情时 呆毛也是十分不简单 可是在完整地了解了雷杰多后 呆毛发现德拉西翁的退让是十分合理的 我们都知道雷杰多与其他四奥有所不同 他是秉承大宇宙意志诞生的奥特战士 而德拉西翁恰好是宇宙的本体 换个方式来说 其实雷杰多与德拉西翁应该是一体的 只不过雷杰多承载了宇宙的灵魂 而德拉西翁承载了宇宙的身体 按照这种思考方式 雷杰多是有资格调动德拉西翁的 毕竟意志操控身体是常识 而除了这种想法 我们还可以把雷杰多当作 继承了部分宇宙意识的生命体 而德拉西翁是宇宙的整体 按照这种说法 雷杰多就是德拉西翁的一部分 虽然他没有控制德拉西翁的实力 但他毕竟和德拉西翁是一体 所以将德拉西翁劝退并不困难 按照剧中雷杰多与德拉西翁的对话 呆毛认为第二种的可能性会更高一些 说到这里 可能会有小伙伴产生疑问 雷杰多的身份这么高 他是不是强于诺亚吗 关于这个问题 呆毛的回答是肯定的 看过呆毛之前视频的都知道 呆毛以前就说过雷杰多的实力强于诺亚 毕竟作为宇宙的一部分 雷杰多是唯一有能力调动宇宙力量 甚至将宇宙彻底毁灭的奥特战士